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关心的就是美国最近大家知道 他们又开始升级对中国大陆的晶片禁令 上个月中阿里巴巴就先宣布 要暂缓分拆云端业务的计划 不过这半个月以来就发生了 包括阿里巴巴 还有包括滴滴 还有腾讯 三大网络巨头接连发生了 APP大规模的当机状况 这三大中国的网络巨头 陆续出现了像系统当机 也引发外界的关注 联想这会不会是因为 美国对大陆出手 这个科技封锁所造成的效应已经开始出现 万一继续影响到网络系统正常运作 还有包括民众的正常生活 那该怎么办 这后续要如何观察 画面当中就看到 果然是引发了网友的一阵热议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 全情奖金没了 这个关键字就登上了微博热搜 原因就是滴滴出行的APP当机了 另外从时间序来看 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 阿里巴巴表示说晶片禁令 在11月16号他们是说给云智能集团带来了不确定性 所以决定不再推进集团分拆 28号滴滴出行 出现了APP的大当机 所以才会刚才出现 这个全情奖金没了这个关键字 登上了热搜 那在前一天的深夜 有很多地方的滴滴用户也发现 这APP奇怪 怎么用之用的不顺 双11的隔天 大陆规模最大的云端系统阿里云 也发生了故障的这个情形 在许多地方 12月3号也都传出 像腾讯的视频突然就没有会员服务了 怎么看网络三巨头最近遇到这个当机状况 阿前委员 对 我想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禁令 因为它是锁定在高阶的晶片 而且它锁定的用途 现在大概都是以AI的这个应用为主 那么再加上说到目前为止 美国其实还有所谓的这个缓冲条款 所以看起来 你说立即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公司 造成冲击跟影响恐怕还不至于 特别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网络三大巨头 他们受影响的业务 比如说像滴滴出行 它其实跟高阶晶片的这个应用关系并不太大 那么它是一直长期以来 在中国大陆就行之有年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 这个很特殊的这个网络文化了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腾讯的视频 那腾讯视频当然其实跟高阶晶片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唯一顶多就是阿里云 不过其实你说阿里云是因为中国大陆 这个美国的禁令而造成的 我想现在这样讲恐怕也太过牵强 对 那么现在比较有可能 就是我们熟悉网路这个运作业务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说 唯一会造成这种可能大概只有几种 第一 骇客攻击 那么骇客就会用滴滴 偶尔使用大流量的攻击去瘫痪你整个网络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系统本身发生问题 那么或者是有心人士去破坏 那这些都有可能 所以到目前为止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三家公司 对外都表示说 跟美国的这个禁令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他们当然也对外否认 说他们是受到了骇客的攻击 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原因并不清楚 但是其实不外乎就这几种原因 那也许这些公司不方便 或者是不愿意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 但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些网络公司来说 要如何维持治安 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大陆跟台湾不一样 他们是长期靠手机生活的 一只手机就可以行骗天下 不用在现金出门 对 他们只要有一只手机什么都可以 那你说至于美国想要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AI的进行打击 当然这是因为美国害怕 因为中国大陆的AI的技术发展 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教AI的 我所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AI应用 已经远远超越美国了 就中国大陆的这些网络巨拨 他们其实都推出了 各式各样的基础模型 应用模式 那么相较于美国现在看起来 还在相对有限的情况之下 所以美国当然很担忧说 它原本在AI的优势 会不会被中国大陆超车了 所以它只好在硬体上 对它造成限制 不过这种限制会只是短 对美国只是短多长空的效果 因为当你限制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等于是逼中国大陆 自己研发AI的晶片 那中国大陆自己的AI产业 不管软体硬体 它一条龙的态势就会完成 您刚刚提到有一个关键字 我特别听到就是应用这个字 就是说在科技的应用上面 我看到中国大陆的科技 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它就特别强调应用 我们单就刚刚您所提到的 手机支付来说的话 因为现在在大陆 真的是不用带现金就可以出门 一只手机就搞定所有事情 所以也就因此 如果手机一旦当机的话 其实就影响层面就非常的广 11月12号 我们刚刚看到在画面当中 说什么双11隔天规模最大的云端系统 阿领云发生故障 那当然我们知道 台铁的这个票务系统 也常常会当机 就是说如果当一旦抢票的人 一多了 这个流量一大了 像您刚刚讲的 就可能会造成说当机 不过这种在这个敏感时刻 确实大陆网友的话 你看讨论非常热烈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跟美国 对大陆科技封锁升级 有很密切的关联 那当然也提到了 像駭客入侵 或者说北京当局有出手 要整顿网络 当然说法非常的多 大使怎么看 我想这个第一个 这个现在大陆上面 可以说发生任何的 一些负面的一些发展 或者新闻的话 当然大陆有所谓的 所谓美维拉 什么时候把美国扯进来 叫负面事情 跟美国推广关系 所谓美维拉的网民 是大陆很充斥很多的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事情的原因 除了刚刚大先兄所提到 一些可能骇客的突击之外 当然我同意 跟美国AI的关联性并不大 我倒是觉得 可以补充一个理由 就是说 很可能是这两年多来 大陆政府监管机关 大量打击科技业的发展 可能产生一些 叫外域的效应 英文叫spill over the effect 当时开始打击 这个事情会影响到 整个大陆的一些科技业 全面的所谓的硬体跟软体的 建设的一些良率的 它们要缩小成本 所以我可以帮大家回顾一下 2020年开始了 大陆阿里巴巴旗下的 蚂蚁集团 规模370亿美元 它公开募股IPO了 被中国科技公司监管机关 全面打压的起点 它这个起点 后来影响到 除了阿里巴巴蚂蚁集团之外 还有腾讯 还有中国餐饮的 这个Metran 还有搜索引擎 营运账百度公司等等 这电商 还有电商网在京东商城等 在香港发市股票 已经蒸发了1.1兆美元 这损失很大的 而且是一个荷兰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 一个程度 这个事情 它当时的 那么大的一个打压 所以因此各大相关的 这个科技公司 它必须要搜索 要减少它公司的 那个能量的反应 所以Metran 就会稳缩它的量 它的良率方面 不管是硬体的建设 或软体的配合 都会受到影响 当时看不出效果 这一两年下来开始 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因此 刚刚提到这几个音乐 都是什么滴滴打车 或者消费 都是消费层面的 你刚刚提到应用的影响 都是消费层面 所以这种也是 当初我个人觉得 大陆方面应该要检讨 当时你打压的措施 你没有配出一套 这个配套措施 基础说配套 你先以此 大陆从这个教训中 可以感受到 应该要加强 对它的供应链 整个全部的供应链的机制 它上下游的相关的产品 配材料 或者是一些软硬体的设施 要全面地加强 它的品质要加强 不然的话 这种效果还继续 开始产生了 还继续层出不朽 理解 我们刚才说到说阿里巴巴 我们就来看阿里巴巴 最近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怎么说 他们被超越了 超越他们谁呢 是拼多多 同样是大陆的电商 电商一哥本来是阿里巴巴 但现在换人了 拼多多超越了阿里巴巴 成为美国股市当中 市值最大的中概股 拼多多最近是超越了阿里巴巴 来看到非凡新闻的报道 中国电商一哥换人 拼多多超越阿里巴巴 成为美股市值最大的中概股 拼多多在11月30号这一天 在美股收高超过4% 市值接近1960亿美元 超过阿里巴巴 当天收盘时的1900亿美元的市值 所以超越阿里巴巴 成为美股市值最大的中概股 而在最近也看到了 马云也针对被阿里巴巴 就是说被拼多多给超越 他就特别提到说 阿里巴巴人要加油 因为阿里巴巴的市值 被拼多多超越 拼多多大家知道 他是以评价为诉求的 就没想到 就像是可能真的跟 龟兔赛跑一样 追啊追啊追啊 就追过了兔子 那么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最近针对这个员工 就是阿里巴巴内部集团 里面有员工就写下说 怎么会 我们怎么会被超越呢 他就说AI电商时代 现在才刚刚开始 一直都说大家不要紧张了 对谁都是机会 但也都是挑战 所以鼓励阿里的员工 Fighting 加油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 东西大陆有非常多的电商 阿里巴巴市 京东市 那我们看到了 他们都花了超过10年 才在美国上市 可是拼多多 怎么只用了三年 就在美国上市 关键因素是什么 其实以前我记得 eBay刚进来台湾的时候 它的广告Slogan 就是很简单 什么都有卖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一句话中 你就看到了这种 所谓的电商的特质 就是它要都 卖的东西要多要广 然后什么都要能够卖 那其实我们不可否认 就是说这些跑在前面 这些电商 像比如说您刚刚讲的 那个京东电商 或阿里巴巴等等 他们由于本身自己 这个做大了以后 那他就变成说 你变成说你今天 你东西要在上面上架 它会有一定的要求 然后整体来说 上架费就不低 其实你在台湾 你走这些量饭店通路 你知道每一个量饭通路 或每一个通路的 上架费都不一样 如果说今天 你的阿里巴巴的通路费 或说就是说你的通路 或说对一些商品 开始产生挑剔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的东西 是不是就可能没有办法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好 那这个时候 其实拼多多出来之后 拼多多看到另外一个 那个蓝海 那个市场 就是怎么说呢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 阿里巴巴来讲 他卖了很多这些东西 但是他很大一个程度 是针对这种所谓都市人 或者是中产阶级 或大陆人前口中说的 那种资产阶级 在设计的这些商品 但是你看一般农村 他可能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而且农村的这个卖 那个通路 并没有办法像市区的 这些通路一样 那样的方便 所以这时候农村 可能需要这些东西什么 搞不好 只是塑胶袋 垃圾袋 然后各种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这种东西也说太小了 你能上去 好 这个阿里巴巴 你要上架 那对不起 他要跟你说 我要帮你卖什么运费 等等 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其实像中国大陆 他这种电商 有的时候 你在运费上能否有优惠 然后或者是说 你这个 一些在配送点之外 然后你也能够配送 而且那个配送的价格 是让买家能够接受 这也是一个重点 像因为他们的整个作业的模式 像比如说以这个 不管你像我们去淘宝 等等之类的 他都是比如说 他今天一个商品 对全中国或是全看得懂 和华文的这个 然后集中 集中之后再运到一个地方 那这时候 这中间都是有一系列 这些钱 要一段一段的这个收 所以好 你这个时候如果说 像新的 这个拼多多 我这个价钱低 而且我针对是一般大家 生活上所必须的 柴米油盐酱醋 还这种小东西 你这种小东西 叫巨沙城塔 而且就能够拼过了 像这种阿里巴巴 这种传统的大型电商 商战真的是鬼绝多变 你说拉到台湾来看的话 我们除了这个 有PC Home跟Momo之外 最近不是也拉了一个 那个库鹏进来吗 那库鹏我看到 他在前一阵的一个报道 就是说 他们就算赔钱也要抢市场 卖一个赔一个 他照样要抢市场 所以你说商战 真的是非常的冷酷的 那么刚刚讲到说 尤其在这个经济环境 如果稍微有挑战的时候 确实大家都会朝向 比如评价消费的 一个方向去发展 我们就来看 国际信评机构穆迪 他们最近就宣布 把中国大陆的评级展望 由稳定下调为负面 在画面当中 来看这段文字 但是穆迪认为 中国大陆政府的 总体信用评级 是仍然维持在原本的A1 大致是处于投资级 或是总体风险 比较低的中间水平 穆迪也表示说 信用评级的负面展望 不一定会导致迅速降级 但这是对于现有的评级 可能无法再继续的一种警告 所以是一种提醒 对此当然大陆的财政部 也发出声明表示 感到失望 那么这项调整评级的动作 大家现在看 会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 人民币的汇率波动 市场也在关注 穆迪现在从稳定 把中国大陆的评级 调到了负面 上一次也有调整过 那是在2017年 不过最新这次的调项 我们要怎么解读呢 大前委员 对 我先回答一下 就是说会不会影响到 人民币的汇率波动 坦白讲不太可能 就真正会影响到人民币波动的 应该是在于 中国大陆自己的经济表现 那么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是处于一个 外汇管制的阶段 所以人民币某种程度 政府还是有一定干预的力量 那顶多就是说 政府在稳定 人民币汇率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你说因此而造成了 人民币汇率大幅的波动 至少在中国大陆 不太可能发生 那你说穆迪做了这样的一个 从正向变成了 负向的一个这个预期 究竟影响 是不是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其实我也觉得 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如果大家看一下美元 美国汇域 三大信贫公司的 其中一个是汇域 在今年的8月 就把美国的姓平还是降等 他从原本的AAA 三个大A降到了一个 这个降到了一个大A 两个小A 就降下来了 就是说他直接把它降下来了 他也是降级 对 他也是降级了 他从AAA降到了 好像是两个大A 加一个plus 都降了一级 然后接下来在几个星期以前 也是同样的目的 目的也一模一样 把它从正向变成了负向了 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说因为这样就会造成太大的冲击吗 当然中国大陆财政部必然要按照该有的既定程序 要发表一下这些什么遗憾的谈话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 就是说如果穆迪的这个调降 而且他还不是真的调降平等 他只在同样的平等里告诉你说 从原本的乐观改成现在要保守 他只是这样做这样的调整 如果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话 美国早就被冲击死了 因为他被冲两遍了 可是他还是活得好好的在那里 没错 因为现在其实不只是中国 美国也是 全球都在面临经济的一个考验 中国这边我们继续来看的是 有一个最新数据显示说 欠债的人数创下新高 有854万人被列入了欠债的黑名单 另外还传出有很多的企业工厂 因为没有订单 所以就提早到11月 现在就开始放员工的年假 那这样的现象会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消费者的信心 这是怎么看 还有大陆的内循环目前最大的挑战 大使您觉得 好 这样 这边的这个数字 854万人 列入这个欠债的黑名单 你要细分的话 事实上在2020年的疫情爆发的初期 大陆已经产生了570万人的欠债的黑名单户了 所以这两年 这三年来又增加了将近300万人 好了 这300万人集中在哪一个年龄之间呢 是18岁 对不起 对18岁到59岁之间 各位看 18岁到59岁 刚好是它是生产力最强的那个年龄层 那个年代里面 那个阶层里面 可是这个年龄层呢 他们这个18岁到59岁 在大陆目前的劳动力的人口1% 可是在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因此呢 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呢 是对于所谓这几年来 大陆的经济的那种萎缩 与政治的冲击之下 是最 英文叫vulnerable 最容易受害的一个 最脆弱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们立刻就没有钱支付任何东西 所以没有钱来做任何生活的必要的支配 所以变成黑名单 好了 列入黑名单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这另外一个原因 就除了这几个年龄层之外呢 还有就是在最近这十年来的 所谓在十年前开始的那种 大量的借款潮啊 借款潮在这件事情前 产生了一个后继的效应 好 这两种因素交后影响之下 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会给他们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还有一些政治的效应 这是目前大陆可面临最大的挑战 因为你可以想想看 一个人要上车 他没有钱上车 又支付宝不能使用 或者是说打手机 又没有钱干什么 等生活瘫痪的话 他们怎么去行动 会产生更多的焦虑感 对政府的那种反感 都怨恨政府 甚至怨恨一些其他事情 这对习政权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危机 一个威胁 所以这是为什么习近平 在前不久 在旧金山跟拜登看完会之后 回到国内 立刻到上海 很难得到上海 去主持一个政治 就是经济跟财经的 一个发展会议 他就因为要 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这个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防范未来可能 从这个欠债 这个黑名单 这个社会事件 才能更大一些社会的分歧 或一些政治的一个 反政府的效益 像一个循环一样 就是经济大环境不好的话 会影响到民众的消费意愿 民众消费信心如果弱的话 就会影响到 就是它等于像是一个cycle一样 我们等一下回来 要关心的是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华盛顿邮报 他们针对乌克兰大反攻 为什么失败了 他们提出了检讨原因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